朝著遠方的烏軍發射迫擊炮 距離前線更近的俄羅斯空降部隊 發射RPG、榴彈、火箭 與地面部隊包抄猛攻 拿下尼古拉耶夫近郊的這座城鎮 烏軍也只能倉皇撤退 連避章也顧不得了 俄軍的炮火當然也覆蓋了尼古拉耶夫 當地的民宅現在只剩一堆瓦礫 烏俄雙方前一天才在這裡爆發激戰 烏克蘭誓言奪回南部地區的尸土 不斷對駐守的俄軍發動反攻 現在總統澤倫斯基也證實 他們卻有斬獲 在烏克蘭陣亡降世紀念日的這一天 烏克蘭宣稱他們正揮軍進攻赫爾松 希望收復這座陷落超過五個月的城市 盡管俄軍還是不承認退敗 但是對烏軍來說拿回尸土的機會就在眼前 士氣正高昂 TV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為了com 感谢观看